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闆 怎麼好吃?我們公司的啤酒 要不要再加一點? 因為一單就送一杯錢 三單就送毛巾 如果你幫助我十單,我送你送的士 不用了,我夠了,我走了… 你朋友走了,你這麼悶 不如我陪你猜妹 日本妹、台灣妹、孟家妹 我全部都行 台灣妹什麼?掌鏡 好,節目第一 我猜妹可以跟小妹妹猜 跟你猜我貪俱風嗎? 你不猜妹,適中,適中可以的 你別騷擾我,有這麼多人 你害羞了,聊天也可以 你不猜妹,你不猜妹 其實你是不是很不好 這麼大年紀出來做啤酒妹很可憐 你是不是那些老公進醫院 兒子要換腎子 我還沒結婚 我像結婚嗎? 你猜我多大 什麼? 二十對,走吧,阿嬸 走吧 有什麼印我? 有什麼印我? 你姐姐嗎? 跟媽媽不同的爸爸 一本DNA而已 畫面多清楚 聲音收得不錯 先生,我是韓斯碑的推廣者 買一單,送杯子,買三單,送毛巾 那我買,你怎麼會陪我喝呢? 我不是很會喝酒的 不過先生要的我也可以 那我要一單,謝謝 謝謝 對了,你叫什麼人名字? 我叫Supia 你剛出來做嗎? 你怎麼知道? 沒有,看你開酒瓶 好像開別人的棺材就知道了 不過也不要緊 因為你的手仔有多發幻 縮手,別讓他摸 借你的耳朵頭髮 謝謝 他人已經代入節目了 一語灌他喝酒吧 怎麼了? 喝吧 不行,嘉嘉,你要放鬆點 整個人都放鬆了 喊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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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吧?不用喊到這麼近吧 我投入嘉嘉的角色而已 嘉嘉,別讓他黏著,別讓他抽水 嘉嘉,你要投入的角色 你要放鬆點去盡點 幻想自己一個好朋友的啤酒妹 就要曬他吧 他眼睛好像發電闖,電到暈 直到他神經病,別讓他煎死 你真的沒事吧?斬得很厲害 你怎麼斬?眼睛就可以了 不要浪費這麼多電 你跟他說,你好像有東西吹入眼 叫他幫你出去走 有啊,我來他早上 嘉嘉,坐過這次機會不知道 等他什麼時候了,去盡點 我的眼睛好像有些東西在裡面 你可以幫我吹走他嗎? 那你行 還是不要讓他吹 我說要吹,不要吹 吹啊… 這是命令 又好像沒事了 今天還不錯 現在裝罪說想找地方休息一下 嘉嘉,你不想的話就不要做 別聽他說 好,我們會全程盯緊,但不要危險 不用擔心,放心去 喝了點酒之後 很頭暈,很頭痛 我想找一個地方休息一下 我記得在附近,不巧就想去我 會不會不方便? 不會,很方便的 賣蛋 Bingo 好,燒家,進行 做冰賽吧 是不是不舒服? 對 你沒事吧? 我沒事,你還敢把我吃飯 你…你想怎麼樣? 我想做你剛才想做的事 我想做什麼? 先震驚 我… 你有沒有冰冰? 我不用的,不是,我沒有 你沒有帶嗎? 那我去買吧 樓下進去很快,真的很快,等我 慢著 你要什麼味道? 那個味道? 蘑菇蘑菀 真是可愛的 好慢 好 進去看吧,有了 嘉嘉真厲害,這麼快就撞到偷拍器 怎麼這麼傻 怕她去洗澡吧 不是吧,去洗澡? 洗完澡,嘉嘉就沒得安靜 放心吧,嘉嘉搞得好 我回來了 什麼事? 你很臭,你快去洗澡吧 我沒有了 你去哪裡了? 想不到深水埗都有貓山王榴槤精 你金魚人,吃什麼都不飽 為什麼呢?你剛才看不到而已 嘉嘉被她嘴了一口,我全都吃虧了 你怎麼這麼緊張呢?嘉嘉又不是你女朋友 或者張懷呢? 那張懷才算 你吃東西這麼臭 吃一口吧 那張懷呢? 我不是不在嗎? 我香噴噴噴,我們來吧 我還沒洗澡 不用洗澡,你媽媽 你看不見嗎?沒有了,當然什麼都沒有了 你就這樣衝進去,家家的努力不是白費了? 你去哪裡?找我 這是什麼? 你很臭 對了,你們哪裡找到這麼臭的垃圾? 全靠墨西哥的餵食 我也猜到是你了,墨西哥 謝謝你,你很聰明 社長,剛才掃家的錢是值得的嗎? 回叔 追 回叔 來… 謝謝…阿叔 我們找二樓二零五的黃先生 行了,黃先生說得了,來吧 他進去了,怎麼辦? 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知道你們在跟著傻超 我在這裡跟著我爸爸 大家不要妨礙大家工作 待會見我打收拾,就跟著進來 師父…不好意思 這間工廠區很難接的士 這裡等了半個小時都沒有 我的電話又剛好沒有電 可否借電話來打的士? 這樣嗎? 最多這樣 我給你一個身分證登記 快點 謝謝,師父 這邊 謝謝 怎麼在這裡?去那邊 謝謝 是,叫的士 新蒲江大有街去大埔 聖物的 十分鐘嗎? 好,謝謝 謝謝,師父 謝謝 你又喜歡吃花生嗎? 沒有,不要說花生過日神 超市買的哪裡好吃 九龍城有間石陰技 花生又大粒又新鮮 又有蒜香味、藍魚味 很棒 是嗎? 下次我經過,買一買給你試試 這麼客氣? 你這麼沒人事 不妨礙你了,我先走了 好,管理處 你… 喂? 我看見你 的物質 我的物質 是你 我看見你 好了, 保證堅爺, 不會露消氣 這貨是好東西, 不過難出手一點 待會我找I Action, 立刻拍下它 我們查鞭工商而已 賊中關我們鬼事嗎? 捉到賊, 拿好市民獎 也是一件好事 好市民獎公主 是嗎?好啊, 好啊 行了 誰在賊? 誰在賊? 翹姐 你這個打馬, 原來你真是對我 死了, 你放, 關你什麼事? 要不要做得這麼囂張? 你們倆現在在賣老鼠 警察, 全部守衛在台上 全部沒動… 鞭工商炒 現在懷疑你們偷竊, 非法處理作物 不是事必要你們說 但你所說的將會成為情犯證供 我們警方收到善報 馬上成立偏浪小組, 全力偵查 終於成功賭貨一間 收藏裝物的貨倉 幾回大量的裝物 當中還包括之前紅氏大閘 被人偷去的古董鐘 我相信 這個犯罪集團已經被我連根拔起 這次這麼順利, 可以成功 除了由我英明的領導之下 我還有一群精英的團隊 來, 來 很開心, 今晚可以打個老慶祝一下 臭丫頭, 給我知道是你報仙 我實在不放過你 誰叫你賣老鼠貨? 你這叫罪有應丹 我覺得這個Kill姐挺有性格 那倒是, 能夠大義滅親 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我說他沒改錯名字, 是真的 Kill姐是Kill姐, 親手Kill姐的父親 變態 姐姐, 過了案, 你請吃宵夜吧 嘉嘉, 第一次破案 你要請吃宵夜的 真的假的 去哪裡了? 給我 看你膽子的樣子 如果我沒猜錯 上次你是故意哄我拿資料 聰明, 成功抓人 還弄得這麼大壇事, 叫記者來 我認識, 領工那個是屎老Sir 不是你 對不起, 不想的 韓西哥 這次謝謝你, 謝謝 怎麼了?你以前也不是這樣的 我跟你說話不應人, 一點禮貌都沒有 對不起, 你不是沒有禮貌 你是瘦了皮 我才是神探 來吧 謝謝你, 好兄弟 聊兩句吧, 怎麼了 說個秘密給你聽 你們兩個注定這一輩子 你這一輩子都讓我成功 來吧 魚龍槍, 今天是什麼好魚? 剛剛翻了一條野生龍躉 適合你的口味 龍躉?一萬多塊條 會吃, 只吃皮而已 龍躉皮是生在魚鱗底下 所以特別爽脆 有個名堂叫昆倫包店 把生蚊龍躉皮再加上和麻包 是民初太使招職的食法 麥Sir果然是食膠, 難得有之陰 那條龍躉半賣半送給你 又怎麼說呢? 這麼客氣 龍躉皮就是非同反響 滾走 太陽… 麥犀, 你適合違反防止拘捕條例 及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現在正式拘捕你 張國華先生 你是不是親眼看到第一被告 麥犀在生龍酒樓 以低於市價接受由第二被告 黃龍昌提供的野生龍躉? 當時我的確聽到 第二被告和第一被告說 這條野生龍躉 半賣半送給你又怎麼說? 本席現在宣判 你一被告麥犀, 違反防止賄賂條例 以及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蹈 罪名成立, 判處監禁兩年 屎老人, 盤棋未捉完的 對, 那個肥胖的平日是比較餵食 但沒那麼笨, 去那條野生龍躉坐牢 阿嬌, 你爸爸不錯, 我都錯了 難道你想去幾十歲人 臨老過不了世嗎? 我聽人說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你幫他找個好的律師吧 我不想他坐牢 媽, 沒用的 如果是需要買賣、賊、賊、賊 如果這樣能打, 是不是天無眼 那個畢竟是你爸爸 閉嘴, 我從來沒當他是我爸爸 看見他做那麼壞事 是時候也要受教訓吧 姐姐, 請個律師起碼可以向官求情 輕輕一點也好 我有分數, 沒那麼多話說 阿嬌, 阿嬌 現在在報紙、雜誌 全部都是說我們岑榮記買老鼠貨 那個房子很臭, 不會有人光顧 反正街上收樓, 店租下個月到期 媽, 我們收拾了一間店 岑榮記是你爸爸多年來的心血 我想他不想收拾 百多年前就是他心血 就是他做過什麼?賭錢, 喝酒 小時候讀書他沒付過錢 一毛錢也沒付過 只回來店裡拿錢 一直以來是我們倆熬的, 媽 媽, 不如我放棄我不讀書 你說什麼我聽不清楚, 大聲點 我說不如我放棄我不讀書 你當屁有你的份 你還在一年畢業, 你敢不讀書? 大學生將來找工作做得好一點 店裡有我和你姐姐打理就行了 有手有腳的 就算沒有店舖我們也不會餓死 就是你爸爸多年來的心血都沒有了 在家裡, 你們兩個火星撞地球 是不是想媽媽和老人過不了世? 我一定支持住家, 我一定照顧你… 對呀, 我們聽了姐姐說 最多我出來找多幾份補習 家裡不會有問題 你這麼厲害 這是什麼?這麼有趣 姐姐從哪裡頒上這麼多好東西回來 應該是偷拍鏡之旅的偵探儀器 改裝過, 但外表看不懂 這是露燈偷拍戲, 你看看鏡頭 好, 真是神秘, 兩個字是完美的 你怎麼打我? 你覺得碰我Kill姐的東西吧? 現在閒賣場, 你… 你… 什麼事?停手 姐姐 什麼事這麼吵? 生鬍子, 你怎麼在這裡? 我們是否有生意? 這些儀器全靠Kill有門路 在鴨寮街以超級級級回來 好, 今天跟大家正式介紹 由今天開始 Kill是我們羅拔偵探社的新成員 大家以後好好合作 你好… 我這個人很重視人才 Kill不單是身手好 而且熟悉各類型的電子產品 無論改裝、維修都這麼繽純 十歲女開始駕辣雞 有大南雞, 雞臣之稱 Kill從小就在鴨寮街上長大 認識所有各地買家和收買行家 所以掛料包青包青 還有黑白兩道的朋友 還有江湖上的朋友, 多羅羅 還有車房界、劍壁界、拳擊界 所有功能組別的人都有 放心, 阿Kill手車夠辣 做事快、狠準 所以我很有信心 Kill加入衛星探社之後 一定可以幫到忙 幫到忙?幫忙開車嗎?拼捕嗎? 不會的, 警察不拼人妖的 你們倆是不是想我剪刀你們? 剪刀… 拜託你們, 不要嚇人了 Kill姐, 我歡迎你加入 以後有多個女生陪我 你幹什麼? 有多個女生陪我 我來工作的, 不是來和你玩的 你丟臉我, 嘉嘉? 我不是直長直堂, 不懂裝模作樣 怎麼裝上菜呢? 你什麼?太陽能電筒?周星馳? 什麼?路燈偷拍戲? 一眼就被人看到了 三個字, 混蛋了 你剛才說兩個字完美 我說你完美, 叫你… 你這就對人不對事了 好, 我就對事不對人 鴨寮街開店, 店中不便宜的 超順價, 搶還是搶? 跟你們說話都浪費氣 不要說算帳 好 你不要…阿楊 你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 這兩隻本身陰陽失調 你不要管他們 你們兩隻是否不順呢? 我給Miller姐, 我不跟你們算 我給我姐姐慢慢跟你算 我給面子 媽媽的奶, 我喝完再跟你算 其實來的偵探社 大家都是自己人 希望大家同舟共濟, 相親相愛 今天總算人齊, 做正經事 漂亮 你可不可以不要動, 給你拍 對不起… 是, 謝謝, 哥 好, 拍… 你放一個姿勢吧 你放一個姿勢來看, 行不行? 拍就拍, 這麼多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照顧我假 我給你結婚 你還給你 趕快養出來, 不客氣 你好, 演員長 校婆遇上知粉客 放心, 校婆一定沒有你粉 知粉客也還有些機器 影團看照 好, 準備好嗎? 準備一張試試 停 你搞一半錯 你讓我輕輕一點 是 是 誰弄破壞 是我,說了不容易發喉照 不要…沒事…我只是小小立刺 西裝做得很昂貴,別指責,過來再拍 NG,再來 我們選擇在樓下買,挺好吃的 不要再鬆爭了,姐姐 好,大家親密一下 來,老闆娘 好,沒問題… 好,三文一點 漂亮嗎? 很漂亮 型到曉飛又如何? 生意不會自動飛過來 想不想知道為什麼? 羅拔,出現 今時今日說包裝 我們神精有看頭 還有實力 我記得 我知道, 你們有的事, 我們也有 兄弟姐妹, 做事 3、2、1 我不是要你一點 我要專業的偵探姿勢 我們不只學 我們還是一支專業偵探團隊 有阿Q精神也好 當你沒生意的時候 也可以自我感覺良好 什麼沒生意? 我們剛剛才替B.I.B保險公司 你做成一間生意 他們說以後的案子都給我們 還有沒有生意? 一宗半宗就只會吊鹽水 你想和我鬥多生意 我和你數下去, 我怕你自卑 好, 鬥數 來吧 不是, 不是老公抬皮 我們來來去, 數來數去 B.I.B一間公司, 別鬥了 神經病, 你幫誰? 你吃碗面反碗底 不是, 墨西哥剛剛為了一口氣 沒問題 厲害, 狗咬狗骨做氣給人看 你你說什麼? 你看, 你這群馬都不撐你 我也免得跟你碰 Let's go, Girls Yes, Bars 打我 高仁, 你還想避我避到什麼時候? 你上次說會給我一個白福 為什麼這麼晚都不主動找人? 改變了口味 吃得好東西多, 吃點清淡一點 又不用清淡成這樣吧 很好, 醜醜的一頓 好像有什麼味道? 就是鹹魚味, 一聞就知道了 為什麼會有鹹魚味? 來給我先聽 進吧, 我一進去 你就用花言巧語來哄我 陳, 現在這裡多人, 多面說清楚他 對了, 這裡說清楚他 進去後, 花言巧語剛剛哄不哄 他這種戰狼三下我見識得多了 你要什麼, 我都給你了 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你要這樣 不負責任? 我什麼不負責任? 你情我願, 我沒有逼你的 小姐, 說清楚 究竟這位大叔是哄你落搭 落床還是落火坑? 你說, 你還想拖我多久? 小姐, 我真的不怕得罪說一句 以你副尊容, 你的條件 你想找個好的男人 一定需要時間和耐性 我每次查到東西, 我都會即時匯報 寫個報告給你的 原來是客人 連客人也搞? 機不擇性, 兄弟 跟著偷吃人之常情 話說回來, 你站在婚前別餵過他 阿塞 你還要查多久? 已經兩個月了 是不是再查下去也沒有結果? 小姐, 她這樣做就分明燈味症 燈味症? 我跟客人在聊天, 你不要插嘴 我怎麼不可以插嘴? 你這樣做就分明破壞愛通行的聲譽 連累我們沒有生, 我當然要發聲 身為偵探, 要有使命感 要幫人, 要破案 為了賺錢, 燈正, 破壞偵探的形象 你叫神精, 叫神棍筆 小姐, 你給了她多少錢? 隨便隨便, 都要五萬元 五萬元, 五萬元比走水貨 小姐, 我們羅拔偵探所決定正式接收 另一宗案件 放心, 不成功不收費 你真擺明燈生意 錯了, 我們玩這行的形象, 彈開吧 開會 全部是我親自炮製的, 給點意見 來吧, 這杯涼茶聖來的, 下火 你怎麼這麼好死? 將來還要一起工作 無謂整天臉妨礙了 喝了就當無數了 看來人家都不領情了 這樣吧, 我喝了它 我喝了 別管我這麼傻媽, 喝就喝吧 好了, 今天正式開會了 麻煩你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叫潘小蓮, 大家都叫我小蓮 原本想委託神晶, 幫我做婚前檢查 婚前檢查不是去加計會的嗎? 你當然是未婚夫騙你 其實算我直言, 以你這個樣子… 真不好意思 你無論外貌和身形 基本上都是水平線之下的 有男生要你, 你就撿到了 為什麼你會怕那男生會來騙你呢? 我也是這麼想 但是你們看到我未婚夫的樣子 就會覺得奇怪了 他就是你未婚夫? 他叫Duncan, 鄧力勤 好像認得他 最近做了不同雜誌的訪問 拿了什麼十大傑青, 是嗎? 這個Duncan, 官仔骨骨一表人才 我看他的樣子就知道他有家底 有學歷, 浸過鹹水回來 還開了幾間最潮的素食餐廳 提倡健康飲食 還經常出席城中的大小慈善活動 形象正面健康 搞得城中的港女, 父女, 宅女 少女, 老女, 中女 每個人都想埋他身 就連我…的朋友都搭他課 等等, 你說他就是你的未婚夫? 小姐, 不要玩了 合成上來而已, 是嗎? 你看看韓劇看得上了腦 他會喜歡你? 我都知道你們不會相信我, 你們看看 來, 給我看看 不合成的照片?是真的 他有沒有說謊? 真的很瘋狂 一個年輕俊男 整個借檸檬的年輕才俊 喜歡你? 第一個原因 你很有錢, 他會貪你的錢 你做哪一行的? 我是賣鹹魚的 心鮮蟲白, 真棒 對, 我要稍後還要送貨給客人 那你的店鋪在哪裡? 西環 還說, 西環一間店鋪 只限了幾千萬, 一定貪你的錢 不是, 這間店鋪是我阿姨的 我爸爸和我媽媽很早死了 我在我阿姨的店鋪打工 以後她百年歸老, 又不是歸你 但是我對上還有五個表哥 三個表仔, 還有對下也有兩個表弟 那真是匪如所思 怎麼盡男配美女, 天公地道 盡男配… 你說為甚麼呢? 反正Dunky是真心喜歡小蓮呢? 善男人哪有這麼好死的 真是讓我吃這條蟲白的話 我真是死都軟了 鹹魚條條都差不多了 這個有什麼特別呢? 你吃什麼? 對, 新鮮蟲白, 是鹹魚裡面的XO 魚香又夠, 肉又夠厚 真是美不勝修 新鮮蟲也很喜歡吃東西 他還不介意我整身鹹魚味 他對我真的很體貼 從來都沒遇過一些 這麼細心, 心底又善良的男生 我還記得那天拿貨就遇到他了 這次介紹給大家的涼拌海帶 是一道很健康的菜式 做法很簡單 我們把切好的海帶 放進水裡拖一拖水 大概出水一至兩分鐘 我們就可以撈上碟 小姐, 你有沒有事? 來, 小心… 沒事 來, 怎麼樣?撞傷了阿榮 但是損了你的手嗎? 沒事 沒事就好了 你知道現在的蠔不是生珍珠嗎? 是生鑽石的 你願不願意嫁給我? 但是我們一齊了半年而已 我不是一時衝動的 我真的想得很清楚 我真的很想照顧你, 保護你 愛你一生一世 很浪漫, 簡直是童話故事 我示茫你 沒可能, 一定有竅竅 最初, 丹羹跟我求婚的時候 我真的很開心 不過後來想一想 我又覺得很擔心 我想過, 我怎麼會這麼好運 可以遇到丹羹這麼完美的男人呢 我又想過會不會是圈套 不過我又解釋不到丹羹為何要騙我 所以你想在婚前查清楚 等你之後不會後悔? 你的問題 就是我們羅拔偵探社的問題 放心, 我們很快就會給你答覆 來, 堅先生幫我送小年出去 是嗎?不行, 我有重要事做 我聽你說, 早溝又溝 我告訴你, 提供意見而已 那就是有什麼事了 也不關我們的事 你怎麼這麼能不能這樣說 你怎麼想? 我幫她解決, 還要再解決你 二十四美蟲蟹大碗原來真的這麼厲害 聞聞了一口味 吃了那麼多辣東西 就當作幫她清掉腸胃 正所謂all the best Kill姐,你沒事了? 你們兩個戰爭是什麼? 夠膽看我Kill姐嗎? 我現在就閉嘴了… 談…有什麼慢慢談? 慢慢談?談你的什麼? 自由神掌?好漂亮 光,到底發生什麼事? 娜姐,這兩個戰爭在廁所偷拍我Kill姐 你們兩個真的這樣做? 嘉嘉,我怎麼會這樣做呢? 你怎麼會這樣做? 那這東西是什麼? 還有,那些涼茶怎麼解釋? 那些涼茶是讓你下火,清一下腸胃的 幫完你,謝謝也沒聲音 涼茶這兩個落在你屋 然後去廁所裝偷拍戲想偷拍我 這樣做不敢認吧? 你們兩個這次真的太過分了 我喜歡偷吃,但是偷拍這家東西 我不好的 睜大眼睛看清楚吧 這是什麼偷拍戲? 這不是偷拍戲,是放大戲 給手機拍照用的 很貴的,我拿來玩,現在好玩嗎? 貴的人跟你玩 只不過入屋叫人,入廟就拜神 入得偵探死了 看你能不能做到自己人 第一關就是考驗你會不會臨危不亂 有冷靜的頭腦和觀察力 在我肥肥肥肥肥的時刻 都發現了一個類似偷拍戲 第一關,算你了 只不過太魯莽了 沒有嚴正,好人當賊扮 兩個字,Fellow 好人? 你們兩個從頭到屁股 只得好人,認同 不過Kill雖然粗聲粗氣 粗魯潑勒,粗手粗腳 我說真話,不過他始終是女生人家 不應該這樣欺負人 他心裡沒有Kill姐 誰欺負他?只有他欺負人 你說什麼?說話大聲一點 送手,我剪開你的嘴巴 我相信,剪他而已… 阿嬌…寫了會處理 我說了幾次 一到來拿個摺探紙 很難是自己人 你們兩個大男人 欺負一個半個女人 無論如何都是你們不對 姐姐,公道說得好 怎麼拉回我進來? 男生一起死? 我沒說完,要接受大懲罰 掌門癮? 二十四味,加封大碗 你們說清腸胃嘛,剪掉它 姐姐,喝一口就行了 喝光它一定會被我脫掉 那要看Kill放不放你們 Kill放過你們,我無所謂 我這個人又沒那麼賤價 喝光它不便當無數 那叫不賤價? 當然,這些叫衰革 那你們倆都是活該死的 All the best 你們倆傢伙死了沒有? 你試試吧,這麼大碗涼茶都堆了 不磨得爆光就算幸運了 這些就是自作業 這些叫All the best 你們倆行不行嗎? 什麼不行?拔拔聲 沒有必要任何出現 他真的挺聰明 怪不得小年這麼擔心他 那叫聰明?豈不是只有學? 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完美的男人 尤其是美式當前一定會露出馬腳 這次交給你 好 就死定了 嘉嘉,就由你去挑起 Duncan野獸原始的慾望,好嗎? 你也不看嗎? 看什麼看?要看…要看我看嗎? 什麼事?討好東西,待會兒才行嗎? 隨便,很可愛 你好 你經常來這裡跑步嗎? 是呀 那我不是經常都可以見到你嗎? 我叫嘉… 嘉嘉這麼傻,主動出擊 竟然沒有反應?是什麼男人? 看來要出殺手間 什麼殺手間? 那就要問問辣妹Q了 靠她識友?你剛才也識說 經常都死吧 雖然是死,但女人心理我略懂一點 都是離不開,妒忌兩者之間 這個辣Q,這樣搞不搞的? 叫Q而已,怎會死錯人呢? 你的衣服破壞了,怎麼辦? 真的不需要幫忙? 又是你? 這麼巧? 死開了 慘了…怎麼辦?怎麼辦? 給我 朋友 抽她的牌子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電話 我稍後還給你 不用了,有她 她真的眼尾也沒看過女神 難道真是絕種好男人? 這種好男人應該被聯合國 別為追求保護動物 你打算怎麼試? 情教你不就知道了 又說做運動蟻爛一樣 我遷就你 嘗嘗不要遷就我 這傢伙在搞什麼? 又說有辦法試試Duncan的東西 正在嘗試嗎? 先生,你們在幹什麼? 放鬆點,我懂得讓空呼吸 救他一點,他的樣子更鳴一點 是 媽媽… 看著墨西哥的孖養腸也醉下去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心地那麼好 簡直毫無破綻,一百分的好男人 怎麼樣?有沒有好一點? 是嗎? 真的好多了,到你了 好笑… 阿麻紙薄煎餅,蘋果肉桂薄餅 有圖有真相,挺好的 這間素食餐廳網上食評,讚不讚 連外國旅遊網站都高度評價 不過全數不太適合我 光吃不太適合?那光看吧 死萬用 每天這麼多美女 在登勤山邊轉,少點地名也不行 不僅如此,還很適合生意拍檔 她的生意拍檔叫唐梓瑩 三十多歲,挺漂亮的 是飲食界的奇女子,這麼年輕 已經有幾間素食連鎖餐廳了 登勤,我便有兩位記者在等你 好,謝謝 兩位,兩位是不是來找我? 登勤,你好 我們是網上飲食雜誌的記者 想和你做個訪問 好,請坐 你們好像剛才跑步的那位小姐 對了 你的外套我洗完會還給你 謝謝 行了,慢慢來 我們還是你的支持者 我很欣賞你追求健康飲食的態度 謝謝你們的支持,你想知道什麼? 我們想知道 你平時吃東西是否都是這麼差的? 我同事的意思是 既然你開素食餐廳 你平時吃東西的習慣 會不會一樣那麼健康呢? 自從從美國讀書回來,我就嫁了吃肉 其實素食比肉食更加有營養價值 而且還沒有肉食所含的一切有害物質 所以素食的生活習慣 對身體百利而無一害 吃得健康一點,病痛也少一點 人都會漂亮一點 你們有沒有時間?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叫廚房煮幾碟招牌菜給你試試 好 老爸 Toby 有沒有事? 你去幾個廚房 弄幾碟招牌菜出來 不好意思,我有個電話要回覆 你們慢慢坐坐 有料到,那個女士好像很怕Duncan 不僅怕,還肯定有警惡 好,先生 小姐,你信不信我有預言能力? 不好意思,你想說什麼? 五秒鐘之內,你的電話就會響 五、四 你有沒有那麼神氣? 吃東西除了靠味覺之外 還要靠眼睛,靠鼻子,查案也是 不是,查案要靠眼睛,我明白 怎麼靠鼻子 剛才她走過來的時間 你聞不到有… 大麻味 這些就是叫做 後面像公主,前面像番薯 那就是說表現是健康餐廳 其實就淫亂修靈 食齋講正話,合草鴛鴦爬上鬍 不是,也不是,你真是開口 好,如果暫緣 你非常的望遠 就是 снаб博 什麼天啊 你… 你是被樂隊的 你不知 真是 你不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